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做一个关于包包的主题 大家从我眼前这种状态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我今天做的主要是 关于四个小众牌子包包的主题 我们废话不多说 立刻进入主题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呢 就按照那个价格的顺序来介绍 首先是我眼前的这两个 两个来自Stratberry的小包 它是East and West mini款 然后呢 首先要简单介绍一个 这个Stratberry这个牌子 它是来自爱丁堡的一个小小众包包牌子 然后就是近年新起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牌子 它主要是 它前些年是主要是做 它就是在他们官网自定 就是官网定制 然后 就近年开始他们在伦敦的Savages 也开始有放他们的包包在在卖了 然后他们在它唯一有一家店的实货店 唯一家的实货店是在那个爱丁堡 然后我这两个包包就刚好是我这个月就五月份去爱丁堡带回来的 另外怎么说呢 他们家的包包怎么说 就是他们在他们的官网 他们给我的感觉 因为我关注这个包包也有一段时间了 给我的感觉这个包包的牌子就是好像跟钱有仇一样 就是很难买到很难订到 它在他们的官网几乎都是断货的 像他们这个Mini East & Vest他们家的大一号的那个款 我在他官网看了 最近在看的时候都是没有一个颜色是有货的 然后小的也就是有一些几个新的颜色才有货 其他都是没有货的 所以就是几乎非常非常难买到的一个包 我真的去爱丁堡刚好就是去旅游 然后就当然我关注这种包包那么久 然后他是来自爱丁堡的 所以我就决定要去寻找一下他家的店 然后这惊奇的就是他家的店 我以为会在王子街 因为他毕竟王子街是爱丁堡最最繁华的一条街 然后我想说他们的家的专门店 应该就是会设在王子街 但是他并没有 他是他的店是在一个比较 离王子街不远 但是那一带是不大就没什么人 就是办公楼办公室那种感觉的一个地方 其实他们就是把那个办公室设在了那里 然后他们的一楼那个层面就是 Ground floor 那个层面就是用来摆设包包 然后就当一个店 但是重点是我去到他们那个店 我就觉得他们也是 他们是多不希望有人进去买 因为他是 就要按门铃进去 就因为他那个就是办公楼 所以他是不是那些街边的店面那种感觉 所以他那里外面门口就是关着的 门是关着的 然后旁边有一个就是按门铃的 然后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就是Google map这样走过去 我看到那个状况 他想说他们是有在卖吗 我就很好奇 然后我看走进去 他发现他那里 就走在他的门口 就发现他那里有一个doorbell 就有一个门铃 然后我就鼓足了勇气 毕竟一个人就觉得有点 里面也没有人 没有看到电影也没有看到客人 所以我就鼓足勇气 按了门铃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呢 就他们的那Grand Floor那里城市真的是摆满他们家的包包 也应该是说全世界他最多他们家泡泡的一个地方 吧其他 虽然他在Servages有在卖 可是非常非常少的数量 就是款式也少数量也少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他们家的食物包包 然后我就赶紧的拍照片 发上去我那个带购的裙上面 以后就两个两位老板呢 就让我帮他们带了一个 这个是王菲 就是现在哈利王子他们家的那个 不是叫王菲 他们家的他们家的他老婆 他老婆贝的 然后这个是跟一个 在Instagram上面有网红合作款 然后这个粉红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粉红色 他们家其实我关注他们家也有一两年了吧 然后他们主要火 主要开始火是在去去年 因为是今年吧 2018我也忘记 反正就是冬天上一个冬上一个冬天的时间 那个哈利的老婆 迈根 迈根他有背他们家的包包 他们第一支是背的 不是这一个East West 是另外一支 然后他第二次去爱兵堡做访问的时候 就是背了这一支East West Mini Crown 正也是也是这一个颜色的 所以他们家就开始多了人去关注 我觉得就是那就是他背过之后 就越来越多人关注了吧 而且他们家的包包也是自此以后就是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款式 跟他们的也有些小卡包这样子的东西出现 不单单是包包 看一下这个就是麦根背过的这支绿色 但是我当时我一进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就摸第一次摸到的Stressberry包包的那个食物 我就非常的就是惊喜 因为它包包那个它包包的皮质是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很舒服 然后闻起来那个味道也是非常的赞的 而且他们家的链子链条呢 也是怎么说就是非常老过那种不容易会用久不会断的那一种 就觉得质量很好 然后这支粉红色是他们家就是新的 这支粉红色是他们家新的嘛 然后当时也就一个小号跟一个大号 就是因为你这个号跟唐戴这个那个号 然后这粉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上身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他们家的链条的 他们家链条是这样子的 可以可以就是单肩 跨在单肩上也可以就是斜跨 斜跨的长度也不会说太太长吧 所以有些就是像有一些大牌的包包 他们的单就是那单肩杯那个长度是非常长的 很不适合像我这样子的矮个子的那一子 然后他们家的就是很刚好 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短 嘿瞬间移动 我们的背景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一怕是我后来补录的 因为后来又帮人多买了一个strepper的包包 所以我打算再补录一段就放在这个视频里面 所以为了接心呢 我把耳环呢 衣服呢都穿的是一样的 好吧我们就开始来打开这个包包 看一下是哪一款呢 是strepper的哪一款呢 是那个East West的大号这款啦 然后这个呢是经典黑 经典全黑 那我要说一下就是这个 买这个包包的那个宝宝呢真的是等的辛苦了 他从去年的十月份就开始等这个包 然后到五月底 五月底我才就是发现就生他目光了 就发现他那个这个包终于有货 就是他有email发给我说他这个导货 然后我就立刻给把那个宝宝 就是看上这个包包的宝宝 立刻下单下订单了 这感觉就是我下了订单第二天呢 他又立刻显示restocking suit 就是这个 suit呢也不知道他是要 又要有多长的一段时间的等待 那另外他这个 这个宝宝就喜欢这个包包很久很久 因为他觉得他的款式非常的简单 然后又经典 而且就是很适合他日常需要用的东西 这个大小的适合他 所以他中间就是期间都没有爱上过任何包 就一直坚持想要这个包 真的是还好没放弃呀 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包包 这个包包呢大概就是比那个小号的大 稍微稍大 大还是大蛮多的 但是他不会说特别大 就是还是你平时日常用还是很很适合的 但是那个小号呢就是只能塞一些Essential的东西 所以手机钥匙钱包 呃 充电网 还有纸巾 可能就是大概这几样就会把那个小包包塞满 但是这个 除了那几样东西呢 还可以塞一些你想要多带的就是墨镜啊 对 墨镜啊 然后小梳子啊 那种东西 OK 就是他那个size的差别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上身吧 我上身我是觉得 呃这个呢就是肩胯的话会比较好看 比小号那个呢就是斜胯的比较好看 因为小号那个斜胯才显得比较可爱吧 这个就是肩单肩胯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特别的classic 特别的有女人味 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啦 然后再来呢 再来就是 再来呢就是这个Dance Lens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说过 说有没有说对啦 就是说准Dance Lens 然后他们家是伦敦的一个就是也是近年兴起的一个包包 就是一个牌子 然后这个包包呢是我 我也是关注了也有一段时间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把上他们的官网 然后就发了一些照片上我的那个带口群里面 然后有一个24校的老公呢 就很喜欢他们家的包包的配色跟设计 然后他就偷偷的买了一个 要我买了一个送给他老婆 所以这个是他他老婆的小惊喜在这里 然后这个包包我刚我出去的时候 所以我本来是想要去他们家 他们家就是比Stratberry他们家就是多一点 在Savages的那个货 我觉得多一点 现在英国在外面在下雨 蛮大的雨而且还有会倒雷 可能会有点声音杂音 OK 对 这就是那个24校老公买给他老婆的包包 然后他们家在仁敦的就是店铺就是卖的也比较多 然后他除了在Savages 我在那个Dover Street也看到 然后我在Dover Street也刚好看到他要的这个颜色 可是呢 他那个 因为他在店里就每一个包包就只有一个现货 然后刚好那个包包就在晨夜中 所以我看来有点小小滑痕 我就没有帮那个老公拿下来 然后我就自己上他们的官网给他们订 然后唯一 要吐槽一下就是他们家 就是要上官网 因为他们这个Stratberry主要是上做官网订的 然后他们家也是主要做官网订的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油费要15磅 我就觉得有点 怎么说就买了 不是那么的 就不想 就是你买 当你买一个好几百磅的一个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会就期待着他 就已经就是包含了这个油费这个服务在里面 就像Stratberry他们是已经包含了这个服务在里面 但是他们家的包包是没有包含这个油费这一项服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小储藏的 它收到我就过几天就也很快 收费就是他们包会很快 就是收到了之后 我也是特别特别的惊喜 因为他们家的盒子也是也是一个就是 这里的大盒子白色的 而且设计跟质感都非常不错 就是盒子的质感 然后呢最难惊喜就是他们家的防尘袋 你看这多么可爱的一个防尘袋 就是我就是我没有见过吧 我就是在我买包包的经验里面 我没有见过一个一个家 每一家牌子的防尘袋是这样子的 OK我现在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很小心的拿出来 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 是客人的 就借这个机会 是这一个 这也是他们叫mini baby 它是就是他们家的一个 也是在很多国主有用的一个包包包 我觉得它叫mini baby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有两层 然后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 然后他们的容量其实都差不多 很多 他们家还有 他们家主要就是做配色吧 我觉得mini baby 这一个系列的话就做配色 然后他们的配色都非常好看 OK 外来我给大家展示更好这个包包 我刚跟客人交流一下 就把那个白色这一层包装就撕掉 因为寄回去的话还是 就是不要把它当一个新包包 这样寄回去就比较安全 所以我就交流 交流一下就决定把这个还是撕掉吧 OK 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肩带 它肩带是比较细的那一种 但是是皮的 他们 再说一下他们家跟这个 就是stressberry跟这个牌子 都是用小牛皮的皮做的 然后这个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当单肩杯的时候 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肩带 就是可以这样子 就是绑起来吧 绑起来就可以 做个单肩杯或者手提包都可以 然后它也是非常可爱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包包 OK 然后这个呢 再接下来要的这个包包呢 叫tap bake 也是英国来自英国的一个包包 但是它 我对我来说它不算是小装 但是因为国内的国内的小伙伴 因为它好像没有在国内有设妆棍之类的吧 然后它在对国内的小伙伴 当然能说应该是挺陌生的一个牌子的包包 但是在英国这边其实几乎 几乎大家都知道嘛 说实话 除了一些直男之类的话 就男生他们应该也会有 因为他们家有做男装跟男包 所以他家也应该 就算是男生应该也会知道 反正就是 在英国算是国民都知道的一个牌子 叫tap bake 但是我把它归录 在这个视频是因为 我觉得国内的小伙伴 应该对它比较陌生 所以我就放在这个小伙伴的里面来介绍吧 这个包包是 他们家的包包就不会出现像 Straith Bearer跟Dance Lance 他们这两家包包那种不大豪卖的状况 因为他们家几乎在所有的百货公司 其实都是会有设的 在最大的Harold Sauvages 就算是John Lewis House of Fraser Devalence 这些所有英国的百货公司里面 他们都会有太贝肯的这个专柜 所以他们家其实一点都不会难买 然后我这个包包是 我买给我妈妈的生日礼物 希望生日礼物 因为他收到的时候 这个视频应该还没有出 所以很安全 然后他们家的风格呢 在今天做介绍的所有牌子里面 他们家应该是历史最悠久的 他是来 就是1988年 今天介绍的人是历史最悠久的 然后他们的知名 他的知名度也是比其他 这里面的知名度 我说的是在英国跟欧洲这一边吧 就是知名度最高的 然后这时候刚刚我就出去逛街 然后拍 就是随便拍拍也要发上我的代购群里面 因为我妈妈也在那带购群 然后我妈妈就很跟我说 我妈妈一直在找这种 怎么说就是 就是两格吧 这种包包 就是可以 他爱 就是小包 现在因为大家出去走啊逛啊 我觉得小包比较实用 然后他就喜欢分类吧 就分一个吧 就是一个放钱包啊 纸巾啊 就是一个放手机之类 就是他喜欢 他比较喜欢分一个 所以他很 他一直很喜欢这个 就是我发现他就很喜欢这个包包 然后想就刚好碰到的是 他快生日了之后 然后这个包包也是在我的经济能力 就是承担范围内 所以我就觉得想要送这个 给我妈妈了 当然要说这样子分隔 最出名的当然是 Celine家的那个 那个 翻格那一个 但翻格那一个 它那个皮是比较细的 它这个就是有点荔枝皮的那种 那种的感觉 它那个是 Celine那是皮是比较细的 所以就如果常用的话 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容易滑掉 但是它有它整个那宽度 其实这个包包的宽度是比 那个Celine的宽度 但是Celine它是有三个 而且它可以取下来 所以 各有各的优点 但是它在他们家最大的优点 就是它的价格 价格比Celine的那个便宜好多 好多 OK 那再次看一下细节 细节就是它的logo 正面的logo 就是这样子 他们家做的比较 他们家就比较爱做的 就是小的 就是少女的那种感觉 就是花啊 然后跟蝴蝶 就是蝴蝶结 他们家是比较就是爱用来做他们家的设计 对 然后他们家做的肩带呢 是不可以调节的 然后镜头上 虽然对 都不可以调节 第三个这只也是不可以调节 但是它的长度也是非常刚好 够 就是怎么说就是 像我这种个子矮的 背就不会说就是到屁股下下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适合任何身高 因为高个子的妹子 其实它背起来它不会显得短 但是你矮个子的妹子背起来怎么说就是 刚好 会很刚好 不会太长 太长就会很麻烦 然后 然后大家看它里面是有那种 啊 也是蝴蝶结的印花在里面 然后它里面这一个呢 它里面这一个 在里面还有 有多一个格子 可以让你放一些 比较贵重的贵重的东西 所以我来到这个性价比 这个娃娃性价比是 真的是五颗心 给你五颗心的 不怕你骄傲 但是包装方面呢 他们家就 稍微差了一点 因为他们家就只有一个防尘袋 所以其他其实就是还是会有箱子 他们家就只有一个防尘袋 最后来讲呢 就是这个 这个包包里面 容量最大 是一个来自 意大利的 Camellia 或Camellia Roma 你 Rome Roma Camellia Rome Roma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说 对了 但是就是 来自意大利的一个 手工制作的牌子 然后 它 确实它在今天说的包包里面 它是最便宜的 他们家只做 Instagram 我怎么说 他们家也是 他们家也只是做官网定制 然后他们主要是在Instagram 做宣传 然后 就是 我是很意外的 某一天 就是我关注有一些 就是Fashion的那些 Instagram 然后上面就是 刚好有一天我就发 看他们有转发 就是有 就是他们有一张照片 就是有个 就是有个人 博主我还好 有个人就是用一个包包 然后我觉得这个包包 很好看 但是他用的不是这个包包 就是他们家的包包 就是用的这个包包很好看 然后他们就有 有 那个牌子嘛 然后就进去点进去 他们看 然后就 就follow一下 他们家的那个Instagram 然后发展发展 就他们家的包包都非常好看 他们家的设计 呃 不像是那种 就是 不像那个比较普遍 MK跟Coach那种 比较 怎么讲 大众化那种吧 所以就还是比较小众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有推荐去 就是推上去我的那个 大众的群里面 然后再就是把他们官网的那些照片 发给上我的那个 群里面 然后刚刚有一个小教师 小教师就看中了这一款 其实他看中的是那个 复古绿的那一款 其实我也觉得复古绿那是最好看的颜色 就是这一款里面最好看的颜色 可是因为他就是没有过嘛 没有过就 最后他选了这个大象灰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象灰 其实也不至于没有那个 我觉得选大象灰或许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他毕竟是做一个小教师 然后大象灰比较容易搭衣服嘛 那墨绿色 其实其实就是搭起来 可以可能就没有这个大象灰那么好搭 OK 然后我就 就帮他在官网定了 然后等了快两个星期左右吧 我才收到 然后收到也是特别的惊奇 因为他那个 现在因为他有个盒子 我现在因为地方有些我就没有放到盒子出来 然后我会放到个照片上给大家看 就他的盒子是非常的好 就怎么讲奢华吧 就是奢华那种感觉 就想到这个价格 这种质量 然后这个包装 这个设计 我觉得太划算了 然后再说说包包本身吧 包包本身呢 这个包包本身呢 就里面就是有拉链的 怎么说就是很多包包就很少会有拉链 你说实话 这个牌子包包里 就是有拉链的都是很少 所以这个包包是有拉链的第一点 因为我经常朋友 就是别人找我买包包的时候 都会很纠结这个拉链的一点 可能是大家还是在那种会怕被偷就国内以前的那个状况 我觉得现在国内应该不 就不用太担心包包有多拉链这款了吧 因为大家现在用手机师傅 其实你也没有东西可以就是特别贵重的 可以给人家投资 大家如果心里的障碍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给大家 可以稍微改变一下预示具 就是这个时代的变化 可以改变一下这个关于拉链情节 那里面就是第一一个就是有拉链 然后再来就是它包包里面是有怎么讲 它的包包里面就是一个防布 就是这个防布的那种 就是因为它便宜嘛 所以它里面就没有用在没有用皮 就是用这种防布 然后里面还是有一个还有两条拉链 一个就是按个就是放一些钱包之类的 那按个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拉链 就可以放一些可以就是很适合分隔 怎么说他们里面设计就是很适合你分开了一层层的放东西 它里面还是有那个怎么说 它里面还有这个就是单就是斜跨的那个肩带 跟它另外就是这个包包的这个这个扣子 这个手柄这个扣子 他们有给这个两个备用的就是可以可以可以更换 所以我觉得这细节方面也是 细节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包包也是非常的荒酸 然后价格里面是非常荒酸 然后他们家的设计也是 说到这一款里面 我觉得其他其他机款的包包的设计也是 非常非常赞的 我视频剪辑到尾声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这个视频没有做结尾 所以我现在赶紧来 趁今天的妆还没有卸的时候 赶紧来录一段结尾 大家不要请忽略我背后很乱的衣服 请把注意力注意到这张脸上来 OK 关于小众包包 我这次举例的就只有四个牌子 我相信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小众包包的牌子 好像有London那个Yuzefi 还有一个Savenmuller那个统包 其实很多这样的小众包包 近年来已经是越来越就是 叫什么 就是越来越多人在用 特别是就是在各大博主跟Instagram 大的Instagram 有灯仔之后就越来越多 受多多人关注了 所以我今天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建议的一支小小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然后顺便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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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